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安 我是张宛如 现在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点17分30秒了 在今天早上的第一个单元早安现场呢 我们要为您来探讨一下台湾的房地产市场 那么过去呢 在每逢3月29号 千年节的这一天 事实上应该都是放假的 于是乎有了台湾房地产市场 第一个重要的就是 开年之后的第一个重要的档期 所以意思就是说 大家会过年之后呢 趁这个第一个重要的节日放假日啦 然后去买房子吗 是 去看一看这些房地产商所推出来的房地产个案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 房地产329档期的由来是这样子 是的 这个趁今天这个329这个日子呢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台湾的房地产市场 因为最近的实在有太多的因素来影响到他的走势了 来 我给您介绍一下 他其实是我们的老朋友 但是呢 他来到了新的公司服务了 这位是瑞浦来方市场研究部的副总监 黄书卫 书卫你早 赤平哥早 宛如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早 你的声音还是非常非常的棒哦 富有词兴的早晨 好来来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先来看的是在过年的时候 2月6号那天台湾发生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南台大地震 于是乎呢 这个土壤液化这件事情受到了讨论了 后来呢 在一个月之后 也就是3月初左右呢 政府公布了土壤液化前市区的相关讯息 我相信那个时候大概对你们来讲 会不会大家脸都绿了 想说天哪 房地产市场会不会就此而整个下跌 结果后来情况怎么样 的确啊 这个土壤液化的问题 对于一般消费大众来讲 算是一个蛮新的议题 在资讯上面 那实际上这个议题 再加上这个我们说小年夜的这个地震的 我们说这个震撼性的这个效果 大家对于这样子灾难性的因素 其实是非常的担心 所以当天公布这个 我们说这个经济部的中央地址调查所 它本来是原定是礼拜一公布 但是它礼拜六礼拜天 它其实资料就上线 之后那个网站基本上是被关报的 因为大家都很关心 到底我家的所在地是不是土壤液化区 所以所谓的灌报就是 所有人都应该是大量的人上网去看了 所以网页变得很慢 甚至打不开这相关的资料 对那表示说大家对于这个讯息 的确是很关注 那隔天这个所有的平面媒体 几乎都是用头版头的这个方式 甚至二版三版继续做这样子的议题 最主要的是公布的这个区域 一开始它全部都公布的是大型都会区 台北市 新北市 然后高雄 台南 基本上都公布了 那尤其是我们发现 比较让人家觉得震撼的是 公布的区域都是在 我们说人口稠密区 或者是我们说这个清华区 那甚至也有人说是淡黄区 那以台北市为例 基本上我们看到 虽然说15个百分点左右的 这个土地面积是液化区 是高度的前市区 就是我们说的红色的这个区域 那但是我们看到像这个中山区 像中山区 应该是有七成以上的这个 我们说一般大家住的地方 居住的聚落 是落在相对比较危险性 比较高的红色区域 所以也难怪造成大家的恐慌 对 所以也让 如果最近要买房的人呢 会特别关注这条新闻 也看它的分布图 那所以到底是不是在 这一个月以来 造成了房价的波动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评估出来了吗 的确 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中央政府 从内政府开始 它虽然同步有一些配套的资讯提供 告诉大家说 哎呀 这个921以后的这个盖的 申请的建造的房屋 基本上它的这个耐震的程度 已经达到新的这个法规要求 所以突然液化的问题相对比较低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可能一些高层建筑甚至是深开 就是我们地下是挖的比较深的 如果你地下有挖到地下三层的一个深度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已经避开了土壤液化去了 是是是 还有些结构的方式 其实让一般消费者不必特别担心 这样子的这个我们说天壤灾害 但是我们看到买方尤其是对于一些 以现在自住为主的这个中低总价买方来讲 它其实买的还是中古屋 或者是这个结构 相对来讲并不是这个内政部在里头 告诉你资检表里头可以排除的这些老公寓 对啊 那怎么办 所以的确是让一些这个买方 甚至不要说买方 甚至有些屋主是心心动摇 他想说哎呀真的糟糕了 我这个房子真的好久 然后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有危险 但是经过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沉淀之后 很多买方或者是屋主 他突然就回神了 想说哎这个资讯是十年前就已经调查完了 那我这个房子已经住了四十年 那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没有发生过 就是天人灾害问题 是是是 因为它同时发生还有很多前提 除了说这个建物基本的构造 还有坐落的位置以外 它还要发生六点五级以上的这个大型地震 它才可能会有我们说这个浅势的这个 异化浅势的问题发生 所以很多消费者理性观察之后 半个月之后反而是认为说 对这可能是一个溢价或者是这个减价的因素 但是并不是整体影响到房市整个这个交易或者是这个价格大幅下修的主要关系 也就是说今天比如说夏之瓶要去买房子要跟张婉如买 那我就说哎哎江小姐你这房子就在红区里面 怎么样少算个一瓶少算个五万块吧 又有的确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是这样子的砍价我就会说了不行呢 我听了早安台湾这个黄副总监有谈到这个需要多方面的一个状况才会有危险呢 你这样子一下子就杀了一瓶五万块不合理 的确我们要听专家怎么说 另外呢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访问的是瑞普来方市场研究部的副总监黄书卫 那么请书卫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房地产市场的近况如何 因为我们也看到是在上个礼拜啊24号的时候 那个央行宣布了这个所谓的央这个当然就调降这个半码啊 这个调习拜嘛那也顺带收这个公布了很多的松绑房市的信用管制措施 那么这些措施相对来讲对于房市来讲是激震的作用啊 跟刚刚我们所讨论到的这个液化土壤的这个相关的影响又正好是相反 那么好我们这样来看这个所谓的松绑的措施 对于房市又有怎样的激励措施的激励的作用 对我们看到这一次其实彭总裁他的松绑的幅度是超乎业界 或者是一般消费者消费大众的认知了 本来传出的消息是可能是部分区域啊 可能是林山淡林口三峡淡水啊这些区域 可能记得上一波桃园的四区还有五谷啊 这个区域的这个松绑可能会做部分的这个我们说陈述的调整 但是没想到他是等于是把2010年9月所谓选择性管制的这个范围 等于全部都打开全部都送房 除了一种产品叫豪宅 台北市的这个台北市新北市还全台的豪宅仍然是受控啊 其他全部都不在做这个陈述的限制 那对于一般消费者尤其是对于业者来讲 这是算是一个辞来的好消息啊 辞来的利多 因为其实从三年前大家就这个在最内波的这个 我们说选择性信用管制里头啊 过去会讲说第二屋的购买 他会做陈述的调控啊 第二屋以上 那后来这个我们看到其实央行其实更 限制其实更严格 他对于这个换屋组的这个管控 其实也直接误杀到一些部分的这个换屋组 他要求说你要先卖先买 才算对对对 才会有这个相对比较优惠 或者比较正常的这个贷款陈述 那如果你是先买先卖 同时拥有两户的话 他就会认为是投资客 所以贷款陈述很低 所以的确三年前我们看到台湾房市 尤其是高价屋的这个市场 不管是价格或者是量的成交 都是往下开始走下坡 那以目前的这个趋势来看 的确他会这样子做政策的这个妥协 或者是放宽 当然是第一个是国际经济 还有台湾经济的这个购物 或者是其他民生经济的相对来讲 不确定的确很多 这样子打房可能会造成很多 这个我们说 专业一点来讲 可能叫做流动性的危机 如果房子那么高 但是大家买卖的量这么少 那如果真的发生什么问题的话 可能这个市场崩盘速度会 超乎大家想象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确房价高 但是其他我们刚刚讲 经济环境相对比较弱 那国民所得其实增加的速度 是相对比较慢的 然后通膨的这个状况 也相对是比较不乐观 所以短期大家买房子 来投资的这个意愿 或者是这个能力 或者是这个整个市场的气氛来说 是比较弱 所以适度的让这个市场交易量活络 应该是政策的这个主要考量点 那但是我们讲这个目前的 毕竟他既然放心 让房市继续照市场气氏走 表示说市场气氏 或者是市场看法相对来说 其实是不是这么热 所以目前来看的确 这个价格往下走 这个趋势不会变 这趋势不会变 价格这几年来 政府的健全房市措施 的确有让房价 我们说吧比较合理化 可是也没有到崩盘的地步 因为买不起房的人 还是在那边娃娃娃叫 还是买不起 对 那相对来说 我们说这个尤其奢侈水之后 奢侈的投资客的数量变很少 所以他也比较不担心 会有人大量到货的问题 所以以目前来看 这个价格往下走的趋势 我们刚刚讲 从前年年中开始 基本上就是 这个态势是确立的 那只是说 这个量的部分 我们刚刚讲 这个政策管制会有这个流动性的危机 所以他没办法很快速的回应市场对于价格下手的反应 就是你就算叠价了 想买的人还是买不起 因为陈述限制太延 那现在如果陈述做适度的调控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 对于价量来讲应该都是较乐观的 该买的人 能买的人 正常资格的人 他应该可以带到他想带的金额 那但是另外一个部分 他想要的价格 我想建商跟屋主也要必须做妥协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应该是下修速度会更快 可是现在329来了 329号称是这个 全年里面最重要的房地产市场的档期之一 从上半年来看 这是最重要的了 那如今来看 就你们的统计 你们的观察 329市场到底是微缩了呢 还是其实大家真的掌握这个大好时机 要准备好好的这个冲刺一下 以今年的状况来讲 如果是在我们说12年的相对热况来说 可能在农历过年 甚至过年前就已经开始发酵 所谓的329的所有的建案 那到今 对不对 不用等到329档期 那今年的状况其实跟去年下半年很像 大部分建商就是 可能去年329档期的案子都卖不完 这个冷热之间有很大的一个起伏 对他去年东西都卖不完 所以今年很难推陈出行 再加上台北市还有这个新的房屋税的 我们说调升了 这等于是去年7月以后才拿到的 拿到实用执照的这个房屋 他的房屋税会比这个之前拿到的税增加两到三倍 那也会造成这个部分的豪宅 他销售会非常困难 所以以目前来看 建商他做的事情 可能第一个是加强他去库存 就是之前该卖的预售卖的卖不完的 或者是已经盖好的 都持续在加强这个去库存的这个工作 跟中国大陆有点像 那另外一个部分 他就开始这个做一些这个价格的这个妥协 那其实329档期 所以比较冷除了这个建商没有新货 新货比较少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建商跟代销业者 也不太愿意花太多的广告成本在做行销 也使这个档期在市场上看起来相对是不是这么热闹 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不太愿意做大的广告行销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毕竟现在的销售时间其实都拖很长 然后他们觉得 那这个投资的这个行销成本太高的话 其实会影响到获利 那以目前来看 其实都是用前销或者是过去的一些 甚至是让过去我们说一手房 跟二手房这个通路其实是不相干的 就是代销跟中介其实是金水不犯河水 但是这两年其实很明显的 很多建商开始自己也开中介店 或者自己也有销售系统出现 所以以目前来看 过去打广告下预算 去做一些这个新货活动的机会变少 反而自己开店走 或者是跟仲介合作在销货的这个情形 慢慢销售 或者是比较低调的方式在出货的情形是比较多的 是 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 书位我想继续来请教你 刚刚我们正好漏掉讨论的这个话题 就是呢 你刚刚说这个央房的这个措施里面 其实除了豪宅之外 好 那真正豪宅市场 如今在台湾 是不是也都是一个大量微缩的状况 豪宅市场其实 我说状况其实比其他产品严重 可能现在只剩下一成甚至顶多两成的这个市场活动量 那对对对 尤其是假豪宅就是我们说他这个不上不下的这个产品 那但是顶级豪宅的部分我们看到 即使是昨天新闻 台湾最高价的地保社区还是有成交 表示说这个市场是一个M型化的市场 豪宅这个我们说持有或者是投资效益不高的这个产品 我们看到现在是的确是被驱逐得到市场外面去 好的这个今天早上我们利用短短20分钟的时间来跟瑞浦来方市场研究部的副总监黄书未来连线了 讨论的呢就是在土壤压化区的前市区的这个公布之后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还有呢央行在上周对房市的这个松绑的策略是不是会奏效呢 更重要的是329开始 其实早在329之前这个话题早就发酵了 很多的这个房地产的建商啊 利用这个时间要来 是不是赶快要抓住这个今年销售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刚刚我们都做了深入的探讨 书未谢谢你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咯 谢谢啊 谢谢 谢谢